HELLO 大家好,我是KASE 我是麻布,HELLO 我們今天來玩一個新的,這個是手機 手機遊戲 大勝頂住,兩項文傾力培任 這個不像是手機,這個像是小鮮肉 這個是...雪花牛肉 雪花牛肉版 好了,我們進入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遊戲是玩什麼呢? 這遊戲叫大勝頂住 讓你猜一下,這個遊戲是大勝頂住的話 你猜一下遊戲的方式是怎樣? 其實這個遊戲的遊戲方式 大家可以猜一下畫面 應該都是組隊那些 組隊之餘,是怎樣去戰鬥模式 這個是很特別的 試好給大家看看這個遊戲是玩什麼 大勝頂住 猜到沒有? 坦記很漂亮 這個是坦記來的 派主? 組隊? 塔防遊戲 這個是一個 哦,塔防又新鮮 對呀,這個又多新鮮 一定是對打的形式 對呀,多數有很多遊戲是對打的 這次這個遊戲就是一個 你要練自己的人物 練完之後你可以選擇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做一個塔防的形式 大勝頂住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西遊記裡面的角色 所以就大勝頂住 頂住 就是撐住那個爐 沒錯 看看怎樣配合 那我想問它是屬於什麼攻擊的? 就是應該你塔防的類別 有些說會擺前一點擺後一點 你看到其實它有分的 吳空、牛魔王這兩隻 我現在這兩隻就是坦 坦就是它會走出那條爐 頂住那些怪 可能尿去打 另外那些就是軟弓 我想想想怎樣配對 因為其實每個角色它有自己的能力值 特別的能力值 待會再展示給大家看 嘩,白晶晶有沒有穿衣服 有啊 然後牛魔王放這裏 因為我想它在這兩個位置停一停 白晶晶其實是一開始去打一打一些怪 是否是快點攻擊那些 都算是 嘩,這裡就放雷真子 然後小白龍我放這個位 因為小白龍它有技能 即是間中觸發的 是打一條直線 即是一行這樣打 那這裡對準一條直路 那就好些 另外就放坦幾 還有 要不要放木渣 木渣其實是補血的 你看到木渣的位置是十字 它是負責補血 應該是不用的 嘗試走一下 你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嘩,下面已經出來了 你看到大聖是走出來的 其實兩條路都會出兵 對,下面和上面都有出兵 這個魚骨這個 好搞笑 我這個坦幾 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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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走一些怪出來 你配隊來打 這樣反下去 好搞笑 那隻豬 那隻魚 對,一眼就打一聲掉到地上 你看到 其實我這隊都算做得不錯 剛剛有個大聖 頂住了中間 那個十字路口位 所有怪出來的時候 都要經過他 在牛魔王那邊做個backup 怕他漏了兵 背了台 完全不用理他 好搞笑 這樣就贏了 剛剛打完那關之後 不如先介紹一下 剛才那些角色 其實剛才不是說 每個角色他自己有不同的能力 其實他升級 不是,是星星 看到了 只要他一升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 就是這個 白骨精 白鯨精 白鯨精 在副本的戰鬥機率觸發 可以對線型目標 即是 剛才為什麼要放他開頭呢 他一開球 就可以打一個範圍的傷害 還有會令到人中毒 中毒越擺得前 他就會中毒 即是 越多一點時間 他可以中毒 另外他有些情緣 即是 從不同的組隊 白鯨精和牛魔王 一起就可以加生命力 或者其他 這些 看看你有什麼隊伍 可以組出來 除了白鯨精那招技能之外 其實每一隻都有 你看一下 如果不空的話 他就會分身 做坦 另外雷震子 放閃電鍊 一次過攻擊幾個角色 不同的角色 他還有一些特別的技能 所以你在塔防的時候 就可能是 放他在不同的位置 就可能 好像不空一樣 放在一些重要的位置 他加上分身 就可以保持一些怪 又或者原來 阿左那個呢 白龍 白龍 就是 小白龍 我們剛才說 會握招技一行 對 攻擊一條直線 這些又要放在 對著直線的路口位 來配隊 這個要大家 玩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不如試試打多一場 試試這個副本試練 這個應該是打錢的 還有 有些關卡要打之前 要你開啟考驗才行 挑戰考驗 對 你見到剛才打的時候 他好像塔防的形式來打 考驗的時候 他就是格鬥形式來打 我現在有兩種玩法 會有的 但這個格鬥形式 就不用操控的 他純粹 他純粹 他純粹看戰鬥力夠不夠高 基本上 你戰鬥力高於對面 你一定會贏 好 不需要怎樣的技巧 只是看一看畫面 挑戰完了 就可以進去打這個東西 其實那些兵 是否可以直進 這樣 上面和下面都不走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先看看 看看怎樣 去封得住他們 因為其實這個關卡 我沒打過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兵會怎樣走 可能原來他們全部走在中間 又或者 但他走在中間是容易死的 其實對這個來說 哎呀 伊達派珠上下 你沒有了 出事了 原來只要我可以派六隻 真可憐 那怎麼辦呢 應該好一點 我覺得這樣好像平均一點 他走上下都可以 看看可以不可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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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住 嘩 嘩 其實他們有地能 技能是可以出的 他們 出一出的技能 不要緊 不要緊 我下面還沒打完 為什麼他會這樣走 他會繞回來 對呀 為什麼不奇怪 對呀 其實他每個角色 還有技能可以用 用完技能之後 多數都是範圍技 吳空那些 牛魔 很搞笑 有一堆牛跑出來 吳空那些好像是一隻棍子 打下去就打停他 另外那些 剛才也看到是範圍技 嘗試吳空那招 多一點點 嚇一跳 嘩 金剛棒 嘩 金剛棒 他有那些名字 嘩 要翻輪覆月 翻輪覆月 嘩 不夠打 你不行了 我出了技能 聽到了 還有他要 他要炒技 出事了 我想出牛魔王的招 喂 不夠打 喂 走了 為什麼他不夠我呢 他又不是過去的 他又會繞多個圈 喂 我們牛魔王死了 不夠打 他們在盪失路 你看到 剛才 到了到了到了 不是 不是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會繞多個圈 牛魔王死了 出不了 回來了 喂 你看到牛魔王的招技 不是喔 他們真的不停地鬥 那是否一定要讓我贏 去吧去吧 為什麼他不過去 可以這樣打 這個關 嘩 會不會太厲害 這一下 看看哪個位置多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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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厲害 這個 這個 這一下 我打得全 而且他全部角色都是廣東話配音 是啊 平日的可能有 你看到 剛才他保持著 有不同的人在說不同的東西 不如試一下 這個 右手邊的鎖妖塔 鎖妖塔 鎖妖塔就是這個 就是拿材料 拿精煙石 紫色的 寶物碎片 那些東西 挑戰第一關 土行酸 我們來個難一點的 普通 難一點是普通嗎 哈哈 哈哈 這些都是 看看戰鬥 先鎖妖塔 純粹打 可以加速 哇 他有多少隻 他有三隻 你也可以混人 我應該要死了一隻 才換另一隻 他照顧 可以加速 可以加多少倍 兩倍 贏了 這裡應該是打下去 打到月後 每一關都會有東西送給你 這個我不逐個打給大家看 自己去打一下 如果有玩的話 還有 看看 這裡 這裡還有個斬妖台 斬妖台 斬妖台就是打挑戰BOSS 應該就是看看你 這一隊可以打到多少血 應該越打多之後 就會有獎勵 哇 沒動過 我直接跳過 看看打了多少 最後的結論 告訴我 因為其實就是自己配 配陣容 是配多少隻 配上最強力的 其實我剛才應該先配 配上最強力的 可以按自動選擇 走 按自動選擇 他會知道 他會幫你配合最好的 對 最高戰鬥力 然後你可以看到獎勵 如果打這隻BOSS 打到第幾名的話 會有不同的獎勵 我現在排多少 我排46 46都前 46都不錯 22萬的銀兩 挑戰他 會繼續打 其實打到多少血 這個就是 為何只有46 45名的打很多傷 如果不打 其實一定有的 打完BOSS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 不如試試挑戰一下 競技場 排名 這麼多人 挑戰過6800多 怎麼看 我都會贏他 很難說 他不是6800多 他只有3000多 我看錯了 有9000多 這樣一定會打到 其實坦忌真的很漂亮 不是 我覺得白骨精比較漂亮 這個 通常坦忌會比較漂亮 我覺得這個設計 這個很漂亮 OK 他有點像狗味 後面的尾巴 對 那幾條尾巴 金角大王 贏了之後就可以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有寶物獲得 哇 有BATTLE感 那個戰力是高的 原來我有4萬多 我看錯了自己的戰鬥力 我當前排名 Sorry 我看錯了 原來剛才我看了當前排名 原來我是有4萬多戰鬥力 可以打得厲害 打得很厲害 都可以 直接可以打到第4000多名 完全是完成 OK 升排名是完全沒有這個難度 看來我可以有排名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打過這個排名 好 不如最後我們試試抽一抽 其實我想抽一抽個角色 其實我現在這隊都已經不錯了 不過 其實他越高level 可能配搭的陣容 還有 剛才你看到 有些情況的時候 你可能放的怪會不同 我發現我的因緣系統 大部分我都開不了 你看這些 差一個春十三兩 春十三 春三十兩 十三 調轉了別人 調轉了別人的排名 即是做了一隊這樣 就出了這個 加工 即是家父母 禍害滿門 鐵線公主 偶魔王 和阿姨 即是石家 雷把一起打 難分勝負 悟空和楊展 司徒4人 唐真 不知道這些抽得到沒有 唐真這個應該就是 梁漢文 配音 另外 雷震子 加土行孫 黃天法 即是三路齊局 即是他們三個朋友 肉身成勝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 西遊記的劇情有多熟 不如馬上來照先 照十個先 看看中誰先 鞠魚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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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的 十抽一定會有一個 這是什麼 看不到 捲簾將軍 捲簾將軍 捲簾將軍是誰 我們是認識天鳳玄水 捲簾將軍 很熟 突然忘記了是誰 糟了 你抽到那些 你看看 捲簾將軍有什麼 人家很厲害 很厲害 人家是將軍 你看看 捲簾將軍 副本戰鬥中的機率發動 照出巨大的石塊 和扔出去 對範圍目標 造成168%的攻擊 這個是扔石仔 今天介紹了這個遊戲 如果喜歡玩塔房類的朋友 可以試玩這個遊戲 可以自己組隊 然後去玩塔房 OK 下次再回來 看看有什麼遊戲 我們再玩一下 下次回來再見 記得大家 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BYE BYE